这个飞机它这个翅膀的话就是 它这个拿着锁这个叶子给它折弯一下 然后穿螺丝就行 穿好就这个样子 然后就这个前面这个小工扇这里也是一样要折一下 它这里我先这样子转一下 就这样子给它掰掰成这样子 然后拿到拿到一个 这个里面配件都是有的 它这个有一个区别就是 其他的穿这个翅膀的螺丝它是比较短的一种 它里面有一根长的那种螺丝 专门配了一根长一点的螺丝 是用来穿这个风扇液的 直接这样穿过去 然后这里穿到这里 这里要先先给它掰 先不能掰直 先要给它这样子 这样子嘛 先穿过去 这里往螺丝 然后再给它掰直 就这样子 再给它掰直 就这样子的效果 本来 这中间因为它这里可能会有一点短 有时候会把这个叶子给卡住 连接这两根杆子 连接这两根杆子 然后再就是这一步 本来我们装之前是 这个翅膀是一装起来的 现在是给你重新拆了一个 演示一下这个步骤 等一下 是这样子 这个 这个 口子都要这里 然后这个螺丝 这个最大的这个螺丝 穿进去 然后对到下面这两个口子 这句话 飞机基本都是一样的 大致都是一样的 那么就很可爱 什么 它是一样的 那么就会不会叶住 那么就会不会叶住 但是就会不会叶住 那就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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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机翼的部分是两倍一起装的 先装好一个脚 装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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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个飞机就算了 就做好了